我很榮幸可以頒獎給我 我覺得是一個很大的鼓勵和認同 然後我也很感謝所有幕前幕後 特別是我的對手 吳康仁爸爸和妹妹許恩怡 我覺得他是令到我很相信的角色 還有令到我很享受這個家庭 還有特別感謝竹子彥導演 因為是他發掘我演員的道路 都是當年他在街上找我去Casting 然後我真的很感激他 還有他在電影上對我的指導和教導 我覺得真的很開心 然後我在未來的路 我會繼續加油 帶更多好的作品給大家 謝謝 我們等會有After Party 好像會打火鍋 獎勵自己 我要Nathalie說會焗蛋糕給我吃 如果我拿了獎的話 對不起 台灣TVBS想問一下 用心恭喜得獎 謝謝 因為這週單月人場主要在台灣上映 有什麼想跟台灣觀眾說的話 另外還有康仁哥待會也正在很緊張 有沒有想對他說什麼話 謝謝 然後我想跟台灣的觀眾說 然後希望你們可以去有時間 進去看一下這部作品 因為每一個角色 特別是爸爸大家都很棒 然後12號已經上映了 大家一定要去支持 然後跟爸爸說的話就是 我覺得你是最好的爸爸 然後謝謝 謝謝 我可以在這個年紀遇到 但願人長久的大家 然後我覺得我們已經是一家人了 謝謝 還有沒有其他的提問呢 跟金像獎有什麼不同的感覺 我覺得很不同 會很開心 因為金像獎有很多認識的人 還有妹妹也有在 還有很多會合作的前輩 還有大家都聚在一起 我覺得是更加close 還有更加興奮和開心 下一套我想挑戰一些比較奇怪的角色 再不像我的 是 例如我會想做那些 可能有奇怪癖好的人 或者有些特別的興趣 請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記得按一下小鐘